看看新闻吧 吸引之后的香港影星红姑钟楚红又有了新的爱好 那就是自己拿起摄像机记录下别人的美丽 之前在香港地区举办过了个人的影展 这一次带到了台湾地区去看一下 钟楚红一年举办两场个人摄影展 俨然已经跻身知名摄影师的行列 钟楚红笑称 这个称号实在不敢当 丈夫朱家鼎已经去世七年多了 红姑坦言摄影这项爱好 帮助自己走出丈夫词室的阴影 寻找到了生活中心的寄托 如今出席影展已是54岁的钟楚红 依旧是光彩照人 喜欢吃书菜 喝很多水 我觉得运动是最重要的 钟楚红的这次系列影展 是和某知名品牌合作举办的 而传闻该品牌的某高层 已经从红姑的粉丝晋升为准男友 钟楚红一笑而过 还是年轻时那幅豁达和亲和的模样 从演员到摄影 虽然专业跨度很大 但钟楚红对摄影的热爱 从他甘愿冒生命危险 去创作自己钟情的照片 就可见一斑 他两次登上直升飞机 将半个身子挂在飞机舱外 进行航拍 许多男摄影师 对这样的高难度 也会望而却步 好像很危险 其实我已经有安全带 还可以了 可是现在回想起来 如果有意外的话 虽然告别电影圈多年 但昔日好友林青霞 刘嘉玲听闻红姑办展览 纷纷前来捧场 还自掏腰包 买下了红姑的心血之作 闺蜜情深 可不是说说而已的 我有答应过他一定要来这个摄影展来支持一下 因为我认识他这么久 我不知道他的摄影技术原来这么好的 娱乐心听力 红姑恋爱事业 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哦 编辑报道